不能称作密會 應該當作一個老同事之間的 在互相的一個關心 在競選辦公室接待重量級訪團 包含衛福部長薛瑞源 以及指揮中心王必勝 莊仁祥 陳時中極力撇清 不是密會 只是單純酗舊聊天 羅一軍說我唱得比較好 我跟他講很簡單的一個分析 我羅一軍在唱歌那是專業級的 那我唱歌是搞笑級的 只不過除了比誰唱歌厲害 大家更關心高端是否成為販桌話題 有聊到一些高端相關最近一些 跟高端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怎麼會去管高端的事情 選前敏感時機卻沒避嫌 自然被外界聯想 是否找前長官互相交涉 來替高端解套 不過時間點湊巧 28號下午 仍在立法院的薛瑞源 收到高端的最新報告 我們剛剛收到的訊息 那高端已經把這個 剛剛送進來了 就在最後一刻 關係著EUA是否廢止命運 高端趕在月底期限之前不見 只是在意也可不認為 這場飯局這麼單純 衛福部說他們只是老朋友見面 互相取暖你相信嗎 正正說他不會去干涉 衛福部的醫療政策你相信嗎 行政中立不中立就一個標準就好 不要每天講別人 然後自己做的事情 然後自己都沒有問題 畢竟黃珊珊常常挨打 行政不中立 不過柯文哲倒是很平常心 這回打率力道稍微放輕 但畢竟這飯局可沒有會議紀錄 高端是否堅得能實力逃生 所有人都很關注 TVBS新聞綜合報導